生蠔 一種在廣東人的海鮮菜單上 排在前列的食品 像牛奶一樣的光潔外表 和絲滑的口感 令人欲霸不能 很難想像 它竟然可以搖身一變 製作出蠔油 這種咖啡式的濃稠醬汁 成為激發粵菜師傅創作的本土調料 如果想嘗試到傳統蠔油的風味 都還要從海上溯源 台山鎮海灣 擁有著珠三角地區 面積最大的紅樹林 良好的生態 鹹淡水交界的地理優勢 令這裡成為生蠔生長的沃土 水道兩邊蠔排密布 這片海域面積三千五百多帽的 生蠔養殖場 本地人徐新柏 和搭檔許廣棉 在這裡養蠔養了五年多 到了,又一盛了 和雜竹養殖的傳統方式不同 徐新柏的養殖場用浮球雕養 這樣,無論推潮還是漲潮 生蠔始終保持在水下 裡面獲得充足的食物 更利於生蠔肉肥 這批蠔經過三年以上養殖 已經長成大蠔 冬至後到清明前 是品嘗的最佳時間 那這裡全高了肥 也可以 我們這個養殖場的水質夠清,夠生 水沒有煙 養殖的養殖 我們也可以拿出來生蠔 他們兩個隨蠔船,滿載而歸 在岸邊射火之後,大家就地起蠔 蠔坑,堆植成山 這裡一直有養蠔的傳統 幾乎每家每戶的生活都跟蠔產生關係 這麼大量的生蠔 也吹生了它的衍生品的加工 當天布寮的新鮮肥蠔 運到隨身泊的加工廠裡面 工人先把蠔肉清洗乾淨 蠔肉在網袋裡充填到潔白魚肉 最肥美的那些將會被挑選出來煮一蠔水 而另一邊 隨身泊和徒弟一起透火煮水 沖洗直徑兩米的大鑊 隨身泊是家裡第四代做蠔油的 從小就跟著爸爸養蠔,做蠔油 做了十幾年,早已獨當一面 水關之後,早點鮮蠔油 第二,三十分針油 這裡就多了一百斤蠔 將蠔肉和蠔水分離 蠔水過濾之後備用 隨身泊要用兩天時間 將兩千斤鮮蠔煮成蠔水 才可以湊夠做一鍋蠔油的材料 要煮得好的蠔油是不可以心急的 隨身泊晚客都要不時去看看 鍋裡的蠔汁 在連續不斷的慢火烹煮之下 鍋裡的水分逐漸蒸發 蠔水變成中式的蠔汁 隨身泊和徒弟把這前兩天煮好的半成品 全部倒入鍋裡 兩千斤蠔,自成一鍋 最後八五斤到八百斤左右 再經過半天晚煮 鮮香味是空氣中飄逸 這個時候真正的蠔油 才被濃縮提煉出來 味濃濃,鮮甜 只用蠔和水,以時間雕鎖 一種極負想像力的醬汁誕生了 除了蠔油,鮮味的生蠔 還可以製成蠔乾,俗稱蠔豉 蠔豉廣虎話發音接近蠔豉 是家家戶戶過年必備的調味食品 趁著好天,隨身泊和大家一起曬蠔 做蠔豉分為生曬和熟曬兩種 隨身泊堅持用鮮蠔生曬 保留了蠔的精華,更加鮮甜 為了改變靠天吃飯的曬蠔方式 隨身泊剁磨出了一種新的辦法 要入碰爐,入幾個小時 鎖住油質,保持鮮度 這樣既可以保留傳統日曬的風味 還能夠減少天氣 對蠔豉質量的影響,一舉多得 除了蠔豉,隨身泊 還做了另一種新產品 金蠔 這隻六成鮮,只要是煎蚊 還可以這隻 今天週末,兩個兒子 從一百公里外的市區返道向下 隨身泊長期在鎮上做生意 三父子很少可以見到面 難得家人團聚 風盛大餐自然是少不了 蠔豉,加入寡淡的西洋菜湯裡 馬上有了海的滋味 金蠔要用小火慢煎 火候太過容易變焦變硬 相當考功夫 金蠔自帶鹹香味道 完全不需要調味料,鮮味無比 蠔油燜豬手 蠔油,是當地的特色菜 肉香和蠔香交融 再淋新鮮出爐的蠔油上去 香噴噴,令人胃口大開 隨身泊 最懷念小時候 在白飯上淋一殼蠔油 甚麼菜都不用 就已經覺得是人間美味 現在,隨身泊把家裡傳承下來的蠔生意 經營得越來越好 蠔油不單是他生活中的點睛之筆 更是一份感情深厚的事業 希望他們會有一點點 我們會有一點點 我們會有一點點 你會有一點點